那我们怎么晓得 这无名烦恼破了 有一个很明显的 事情在眼前 无名烦恼破了的时候 你晚上见到外面是明亮的 不是漆黑的 这个天有什么漆黑的 宇宙是黑的呢 是无名 如果你真的破了无名 人过宇宙是明亮的 所以佛经上叫那个境界 叫长极光 佛菩萨教导我们 把这些障碍分成三大类 叫做烦恼 三大类的烦恼 第一个是无名烦恼 这个太威胁了 无名烦恼 就是今天科学家发现的 波动的现象 那么我们常常在华言会上 跟诸位讲 起心动念 就是说的这个 那么大家听了之后 能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呢 很难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太粗了 不是那种粗的 极其威胁 这个起心动念 你自己完全不知道 不但你不知道 佛给我们讲了 霸地以前的菩萨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极其威胁的波动 在佛学里的有个名词 叫无时无名 那无名 加一个无时 这两个字加得没有啊 无时什么 没有开始 也没有理由 那是为什么他会动 为什么会有这一动 你这越问就越糟糕 为什么呢 越问他动 因为动得越厉害 他不忘动得越厉害 什么方法呢 别管他 随他去吧 他慢慢就降闻了 他就变成不动了 不动就还原了 你可不能找他人 所以 第一个动 那个威胁的东西 无时无名 从他以后 就有因就有苦 第一个 没有因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别去追究他 越追究 你就越往里面 钻的时候 你钻进去 就出不来了 就坏了 这是无名烦恼啊 那我们怎么晓得 这无名烦恼破了 有一个很明显的 死琴在眼前 无名烦恼破了 对吧 你晚上见到外面 是明亮的 不是漆黑的 这个天有什么漆黑的 宇宙是黑的呢 是无名 如果你真的破了无名 整个宇宙是明亮的 所以 佛经上叫那个境界 叫长极光 它不是黑暗的 它是光明 非常明亮 这个明亮不刺眼 太阳的明亮刺眼 闪电的明亮也刺眼 自信的光明 不刺眼 漏火的 像看月光一样 你越看越舒服 只要去一点点微弱的波动 这光就不见了 就一片漆黑了 谁叫无名啊 这是第一类的 受法界的众生 都没破啊 受法界六道不说吧 往上去 阿罗汉 去指佛 菩萨 佛 受法界里面的佛 都没破 所以你问他 晚上怎么样 晚上还是漆黑的 宇宙是黑暗的 我们是靠太阳靠得近 你看太阳光到地球 这八分钟 所以看到天空 好像很明亮 其实 到时候 日式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地球的银子 是 月亮的银子 把太阳遮住了 太阳遮住了 我们就看不到 这整个就黑了 那个无名就先切了 如果 进了性的人 自信的长级光 透出来了 宇宙是明亮的 宇宙当中 没有黑暗 我们的无名 有没有破 从这个地方 来看夜 就清清楚楚 明白 从 无视无名里面 起了分别 分别这个烦恼 就重了 你就净入了 是发现了 是发现的 死神发现 跟六道比呢 他算是净土 六道里头 有染污 不清净 他那个地方 没有任务 清净 净土 只有分别 没有支柱 如果从分别里面 才起了支柱 他就又往下堕落了 堕落到六道 六道里面是染污 染污里头有山污 善的念头 这个要知道 外面的环境 尽随心转 天地是自己造的 与别人不相干 你起心动念善 言语行为善 就感应的三善动 如果念头不善 言行不善 你就感应的三善动 六道从哪来的 自己造的 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好 一切法从心相生 又跟我们讲 相有心神 净随心断 相不但是包括我们的面相 包括我们身体健康状况 为什么有人身体健康 相貌好 有人相貌不好 身体不健康 念头不一样 也就是这个念头 是我的念头 今天我们的社会动乱 每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 活得很辛苦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几乎没有例外的 普遍的现象 没有安全感 这个烦恼就严重了 这什么原因 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重了 这是重病的 不是轻病 所以人是三善道 现在好像我们这个人间不是善道 好像佛在经典里面讲的鬼道 母道 地狱道 差不多了 会变直的样子 人道 天道也是有病 比较轻 但现在怎么会好这么严重 这怎么回事 不要说多 三十年前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 1977年 我在香港抢金抢了四个月 那个时候香港很可爱 跟现在不一样 差太远了 现在人 幸福即早 确实没有安全感 那个时候这个现象没有 生活当中 它又落去 现在没有落了 只有苦 没有落了 越往上面去推呢 谁会就越安定 纵然物质生活比较辛苦 它有乐趣 原因在哪里 原因过去 有人教啊 教什么 教能力 教道德 教英国 所以它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善多我少 道理的四点 现在没人叫了 niño 你 佛 佛 阿 妮 佛 阿 妮 佛